我們在雞年第一期的體育世界 祝大家新春佳節愉快之餘 亦在雞年順利身體健康 祝大家雞年行大運 相信新春佳節很多人都在放假 但有很多國志浩的運動隊 依然在堅持訓練 不過在訓練之餘 他們亦有自己的聯歡 亦有自己的春晚 例如中國冰封球隊的球員和教練 在結束了一天的訓練之後 在總教練劉國良的組織之下 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春節聯歡晚會 在這裡祝各位仍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工作 仍然訓練的運動員 新春佳節愉快 說到第28屆大冬會即將開幕 是的, 昨天大學生運動員村 為中國大學生體育代表團 舉行了升旗和入村的儀式 整個儀式可以充滿青春活力 因為要參加大冬會的比賽 所以整群運動員都沒辦法 在家裡過年 不過我們的鏡頭 就是在大運村中國運動員的公寓 發現過年的味道一點都不少 而且還很濃厚 另外看看高爾夫球方面的消息 今天巴哈馬LPGA精英賽 第二個比賽日 說下了 感覺到有很少人物 確定會選擇 指導人 有甚少人物